我們陸軍司令部意志愛的宣導要求強調各級幹部 要組織化領導要層層截止 照顧建制內官兵 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跟家屬一樣同保 有同理心同表哀悼之一 至於這件事情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我們會本著不包庇 不隱匿 公平公正來尋求真相的釐清 那麼也預請社會各界跟網友們 如果有新的市政 歡迎大家提供給檢調單位來偵辦 那麼切莫用情緒化的 或是指向性的、針對性的來評述 或者是來加以斥責 這樣子會使問題更加複雜化 關於事發的連長 我們目前已經調離限制 儘候調查 黃信中氏和李信中氏之間 他們的互相負面的評論 是否跟案情有關 我們已經移送澎湖地檢署 做事實的釐清和還原真相 相關的內容 我們盡待司法調查 對於有網友 針對這個事情 有新的市政 我們歡迎所有的國人 或者是網友知道內情的 提供給澎湖地檢署 供檢察官做事實真相的釐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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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